李兆康先生 李兆康先生 提供這個場地給我們 同時音樂節已經開始了 由上星期已經開始了 有很多豐富的音樂節的節目 同時也有很多延伸活動、講座、工作坊等等 也陸續開始了 今天我們很開心請到 由澳門著事我推廣協會的理事長李兆康先生 跟我們來講解一下今天的講座 今天的講座的名字叫做 《著事樂沉原之女發現中南美》 我們將時間交給Marz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觀樂儀基金會 我是李兆康 都有一些陌生的 我們會藉著這個機會去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每年音樂節 都有很不錯的 甚至水平非常之高的國際樂手 每一屆都是國大師 當然是大師 他有什麼厲害呢 所以今天這個活動 藉著這個機會向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件事 很感謝文化局的同事幫忙想到這個名字 很好 將我們整個的重點記錄下來 今天的講座會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各位朋友手上會有一個小小的指引 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準備給各位的 主要是第一個部分 而第二個第三個部分 主要都是會圍繞著在這裏上去的 那麼 著視樂這件事 其實這個著視這件事 其實咬這個字就有時間咬了 可以開幾個講座 因為它是一個 它雖然很新 大概一百多年左右的一個事情 但是因為現代科技的幫助 有錄音、錄影 所以它發展非常非常快 我想今天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多元性和脈絡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講到這件事 有一個這樣的事情 就會給大家一個具體一點的印象 這個叫做一棵爵士樹 很好的 將整個脈絡的概念表達得很清楚 和中間最底慢慢長上去 我們當然今天的時間也很有限 其實我們講的就是最最最中間那一條的樹幹 一直去到大概 中間左右左右 差不多 這個圖出現了 我想三十年以上都有 我想大概八十年代左右 如果我們現在再寫一棵爵士 畫一棵爵士樹出來 我想這棵樹幹講不到一半 因為這個時代一直推進 所以 那麼多東西我們怎樣去整理呢 所以 有很多不同的名稱 第一個名稱 我們稍微要講一講 這個介紹就是所謂 中文叫主流著士 其實這個主流這個字 就會引起很多誤解 至少現在不是主流 英文它叫Mainstream Jazz Mainstream就是講這個樹幹的 尤其是底、中、下、部這個地方 當然仍然是這個作善惡範圍的核心 所以我們從那裡認識它 因為這些時代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這個小紙的話 我有一句口訣給大家 這個口訣叫做3456B 從這個五字組成 好像一個密碼一樣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好好好概括 戴個頭盔先 就是一個所謂30年代至60年代 加個B是什麼呢 我一會兒告訴你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 有錄音、錄影這些科技的記錄方式 令它的傳遞其實快很多 所以當然很概括地去做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 一開始 雖然從30年代開始 是不是這麼像 當然不是 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年代 實際時間真的要計 大概從一幾年 大概到30年代都是 因為觀念就是 新的風格出現 新的人物出現 不代表舊的人物消失 只是越來越多 所以譬如到現在來說 這些舊的風格仍然存在 仍然有它的核心支持者 有核心的人物發展 所以我們今天 有片就看片 有歌就聽歌 我盡量去找一些 最原本的羊毛給大家聽 所以我們先看一段仔 所以我們先看一段仔細心 一段仔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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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ot it It don't mean a thing If you ain't got this way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著視的 黃金年代 一個搖擺年代 為什麼是這樣呢? 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很多科技 跟我們現在當然沒有得比 所以其中一件事很重要 以前那個時代的人 不可以跟我們 至少跟現在的美國文化的人做的不同 就是去跳舞 這個是國民運動 不是運動,社交活動 當然,首先一些歷史的資料 我們要知道 美國當然一個種族的問題 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南北戰爭都是說 在這個之前多五十年 一百六幾年的事情 這件事要說下去 當然說不完 但是跳舞這件事 這個活動是很重要的 因為無論什麼人的階層 貴有貴的跳,便宜有便宜的跳 這個就是大家 尤其是年輕人的社交很重要的活動 就造就了大樂隊整個興起 因為要現場的樂隊伴奏 這裡有兩件事特別要提 這件事 一個就是所謂的爵士大樂隊的形式 這件事 如果說真是大樂隊 我們說起這件事 其實是現在十七個人 喇叭這些我們叫做銅管的樂器 有八支 有五支 加上四個節奏造 這樣的形式 相對標準 但不是 你看到有拉小提琴 等等 所以其實 不過年代很多東西還在揣摩 這個剛才彈鋼琴的 是他們的樂隊領班很重要 他叫做艾寧頓公爵 公爵這個名字 即是很大的 當然 在這個文化裏面 其實有很多花名 這個就是 很有威望的一位音樂家 所以很多人對他專稱 說起這件事 其實爵士那件事 是怎樣分類呢 有一些很簡單的方式分 就是他有即興的部分 譬如有些朋友 可能認識一些歌曲 譬如藍色狂想曲 有聽過這個歌曲 Rap Sodeem Blue 他不是爵士的歌 他原來就是 在大概二十年代 有一個很出名的樂隊領班 叫Paul Whiteman 他委託這個作曲家 Graswin所寫的一個樂曲 當然中間很多的伴奏 除了這個之外 就有很多所謂的標準曲 我們現在喜愛爵士的歌曲 其實很早就寫成 而爵士樂當然有原創的歌曲 好像這位Duke Ellington 一輩子寫了非常非常多的好聽的樂曲 他亦都發展了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但是其實一直爵士樂 都有一個傳統 就是把當時流行的東西改過來 譬如我們很多熟悉現在的爵士歌 其實一開始不是熟悉的人寫出來 譬如當時已經有百老會 有劇場 有電影 那些配樂 譬如百老會 有些歌就是 All the Things You Wah My Funny Valentine Paravan 這些字 譬如熟悉的歌 很多人都認識一首歌 叫Summertime Summertime 是Gershman寫的 它是歌劇 Paul Gilles and Bass裡面的歌 它不是爵士歌 但是爵士的人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轉化了 用一種爵士的形式 來表達 然後每個人都很喜歡 不同時代都有它的 Style的版本出現 所以這個概念很重要 所以Standard 其實就是 總之大家喜歡的歌 我們就放在一起了 現在坊間買得到的一本 大概五六百首 坐下坐下 原來有這麼多歌 大家喜愛的 這個時代 如果要一首歌來表達 就是這首歌 它翻譯作中文 就是一句說話 非搖擺不可 搖擺這件事就是 整個跳舞的一個律動 這個節奏的核心 這個樂隊一定要現場伴奏 令大家的氣氛非常之好 這就是搖擺的黃金年代 好 當然 這個已經是很大的範疇 那麼大 我們一定要下去 我們去到四十年代 發生了什麼事 就完全完全不一樣的事情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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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段時間都不是這樣 後來是這樣 至少那時候不是這樣 其實所有歌曲都有一個框架 當然很多歌曲一開始就是一個很優美的旋律 或者大家很認得的旋律 譬如像Summer Time那樣 那之後怎樣呢 其實通常那些旋律不是很長的 譬如學術一點說 它就12個小字 16個小字 32個小字 那接著怎麼辦呢 它就繼續反覆了 反覆不就很滿 所以它怎樣做呢 它就不再演奏這個旋律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那個和聲就很重要了 那和聲是什麼呢 你就可以想一個鋼琴 或者一個結他彈蕩蕩蕩 那它一首歌不只是一個和言蕩蕩蕩的 那它有很多個和言 那這個和言就變成每一首歌的一個地圖 音樂上的地圖 這樣每一個演奏的人 就在這個地圖上做你想做的事 所以你會見到同一首歌 可能當時的黑膠唱片有它的轉數的限制 很多歌的限制在兩分鐘以來 它可能很短 但是你可能看到一個現場版本同一首歌 它為什麼可以玩到十幾分鐘呢 因為那個反覆多少次呢 是完全沒有定的 所以大家就開始有一個概念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把這個船叫做一個head 一個頭 head 一個solo solo就可以很長的 可以很多人輪流solo的 所以長度沒有定的 所以有這個概念 至今這個形式基本上都沒有很大改變 那Bebop的時候做什麼呢 這首歌我想你聽一次 我給你聽了十次你都唱不出旋律的 Bebop就是要這樣 其實它圓曲是一首standard的 叫做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love 很多歌手都唱過的 那麼他那時候的年代開始做什麼呢 就是將一些很基本的地圖 是用很難的方式去做出來 這一個已經是他的head來的 是首歌的旋律來的 是的真的 那這個就是Bebop做的東西 那有什麼好做呢 這件事當然一開始就不是為討好大眾而做 因為這個時代開始慢慢改變 而他開始發展一個另外一個方向的東西 以這兩個人為主 左邊這個色視方叫Charlie Parker 右邊的這個喇叭向上咬的 很特色的 這個叫Dizzy Gillespie 這兩個人就將這件事 將整個著視音樂 從一個大眾文化 慢慢導向在一個藝術的方向 當然包含了很多技術性惡理性的東西 但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是 以前最重要是好聽 最重要是大家買帳 但現在不是 他勁 那個勁當然不是純粹 有時候也有這個個人的show off的成份 我這一招很厲害 你會看到這個時代 那個人數就沒有那麼多了 因為他們開始注重互動 編曲比較少 直接離很多東西 而即興的東西 為什麼著視我這麼迷人呢 就是其實我們以為前面那個solo當然要很厲害 但其實一個音樂好聽 你一個人就不夠的 好像踢對球一樣 其實還有鼓手 還有bass手 還有鋼琴手 是整個互動 所以同一個風格 一個水準的人 一起走過來 他可以做到的東西 和大家沒有關係的人 那樣東西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 從這個時候開始 將著視樂整個文化 就大向領得到 當然 比較對音樂上有學習的意向的人 比較會聽這個 我個人也不建議大家從這裡開始 因為他的旋律性 各樣東西也不是那麼容易聽得到 但它很重要 非常之重要 加上那個時代開始 這件事很明顯就不是很大眾的文化 所以慢慢萌生了一個文化 就叫做Jazz Club 所以Jazz Club是這樣的 小地方 即是他們都要上班 晚上大家跳舞 吃完飯 跳舞都照做的 可能做到十一、二點 然後就下去酒吧直抽 真是這樣的 所以就將這件事 尤其是每一個人的個性 和他這些高超的技巧 就展現了出來 所以從這裡開始 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甚至有人將它形容為 這裡才是所謂現代著視的開頭 當然我們不斟著自然眼 但是很重要的 到現在 如果是專業學習上面 這個風格 和這些相關的技術和理論 都是很重要學習的一個背景 這個Beup-up的Solo也好 或者這個Hack也好 都不容易聽下來的 因為他們當時的習慣 就是將一些舊的歌 譬如有一首歌叫Indiana Indiana就是很簡單的melody 它就變成了Donna Lee 你自己找一下 Donna Lee是一首算得很複雜的歌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錄到它之後 來到五十年代 就分兩邊 因為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其實兩邊的東新岸的文化 可以差很多 首先我們說說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發生什麼事呢 東岸那裡 這個是聽的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聽過 我本來以為我們說 到達琴 我們說到達琴 我們說到達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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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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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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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